蛋仔岛被官方隐藏的两个彩蛋 你一定要知道的秘密 快叫上蛋搭子一起来看看 首先第一个彩蛋是关于盲盒店的 如果你在蛋仔岛中也见过盲盒店这个建筑物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 进入盲盒店二楼的入口 它其实有两个 第一个入口 就在盲盒店的右侧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门 蛋仔需要爬上楼梯 此时顺着楼梯 才可以进入盲盒店二楼的内部 但是官方在蛋仔岛中 还隐藏了进入盲盒店二楼的第二个入口 它是一个彩蛋 它就在盲盒店右侧一路之隔的白色塔楼中 当我们蛋仔靠近塔楼 它下方的木门就会打开 此时蛋仔进入木门 以后就可以瞬间进入盲盒店内部 再也不用爬楼梯 上盲盒店二楼了 你表情包装的第一个 就是此时在盲盒店内部的蛋仔的心情 小伙伴们把它发出来 我们看一下 第二个彩蛋 是关于系统蛋童话稻草人这个NPC的 众所周知 骑进森林门口 站着一个童话稻草人 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稻草人 它是一个木偶 它没有生命 错 大错特错 其实这个稻草人 它是拥有生命的它 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稻草人 当我们蛋仔拿咸鱼去抽它的时候 你们看它不仅有生命 它会动更甚 它会面部做表情 它会向蛋仔发表情包 如果说它是一个没有生命的蛋仔 那么它肯定不会发表情 不会动 这就是隐藏在蛋仔岛的两个彩蛋 小伙伴们 你们都知道了吗